6月16日,有媒体曝光了陈晓和陈妍希一起做核酸的画面。夫妻两双入双出感情稳定甜蜜,一时之间不知道该羡慕谁了。 陈晓一定没有想到居然有狗仔对将他做核酸的全过程都拍了下来,和电视剧中帅气的影评形象还是稍稍有些差距的。 陈晓摘下口罩,工作人员将棉签伸进其喉咙里,能看出来陈晓稍有不适,但是依然配合。 做完核酸后,陈晓将口罩重新戴好离开,而陈妍希则排队在后边儿。陈晓的眼睛里确实没有什么光了,可能这才是生活吧,毕竟和工作出现在公共场合的状态不同。 陈妍希穿着一身黑色线身,戴着帽子和口罩,几乎挡住了整张脸。 随后轮到陈妍希做核酸检测,而陈晓就在旁边等着老婆。 陈妍希和陈晓不止一次地被拍到过一起做核酸,如今能拍到同框的明星夫妻还真的不多了。 曾有很长一段时间,频繁有网友造谣两人发生婚变,但人家两口子分明好着呢? 最近陈晓因为一部梦滑路而重返事业巅峰,颜值和演技都非常出色,导演也大赞她的眼神戏厉害。 陈晓表示在该剧中吻戏超多,也是自己拍过最多的吻戏,不少网友都非常羡慕陈晓能够吻到刘亦菲,如果陈晓没有结婚的话,可能会磕到现实中来。 粉丝透露称陈晓在拍摄这部戏的时候,陈妍希就经常来探班,如今看来确实很有这方面的必要。 刘亦菲真的很难不让人心动。 当年陈晓和陈妍希就是因戏生情,陈晓曾说一直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,都没有想过结婚, 但是和陈妍希遇见之后,突然就有了结婚的冲动。 其实两人合作神雕侠侣的时候,网友对陈妍希的角色诠释评价并不高,但是并不影响陈晓对陈妍希的爱和坚持。 举办婚礼的时候,陈晓对陈妍希的头沙吻堪称经典,看得出来两人是真爱。 后来陈晓逐渐走向成熟,经常表示出一副略显忧郁的模样。 但是去年夫妻俩一起拍摄杂志,我们看到陈晓的眼睛里对陈妍希依然有爱。 陈晓的儿子长相也十分帅气,已经被曝光过正脸。 陈晓还想象过自己有女儿的样子,称儿子可以调皮一些,但是女儿受伤的话,自己就会很心疼。 陈妍希也很早就说过自己有生二胎的计划,两人朝夕相处这么久也该有好消息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